踏入12月份,新变种病毒突然来袭,全球各地封城消息又再出现,香港在此大环境下,本来也不乐观,但慶幸香港抗疫出息,所有新病毒案例都来自外地,因此楼市交头未有因疫情再起而被受打击。 香港刚得住,通关亦按时序安排,逐步恢复通行,虽然通关初期人数有限,但此消息的作用,在安抚人心方面起狠大作用,因此真正的作用,可能要待第一季后,才可真正在市场上反映出来。 通关后,北水可能未必如想象中利害,主因北水现时在港投资时,也趋向务实,因此亦原豪宅或整栋的工商物业,以非其主要投资对象,预料千万元以下的住宅物业,最受北水垂清,因此赤架稳中有声。 豪宅情况不同,因内企不少受财困问题潜扰。 故其持有的豪宅或工商物业,陆续被降价出售,因此来年豪宅或工商物业市场难被看好。 此外,中概股在美国逐步退市的消息,进一步打击股票市场。 股市持续低迷,白市资金转投物业市场也可能成趋势,外围正经环境风起云涌,投资市场处处可随时出现黑天鹅。 所以任何投资都应尽量以安全为首要条件。 座位置